他説有一杯飽和的糖水溶液 它底部上有一些未溶解的糖 若身高此杯溶液的溫度 則有關 升溫後此溶液的 變化情形下位需求合的證明 你把溫度升高的話 它溶解度會加大 也就是說它還會有部分的糖會被溶解 我們現在來看看A選項 糖溶解量會增加 這個對 因為它溶解度增加 溶度不變 溶度會變溶 所以A選項是錯 再我們看B選項 溶解量不變 是錯 溶解量會變大 再我們看C選項 C 糖溶解量及溶度均不變 是錯了 以溫度升高的話 它溶解度會升高 再我們看B選項 糖溶解量及溶度均增加 這個對 所以當然應該要選D 到最後